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下一步的SSD 我们的Hypermose Computing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是全世界将有一半的量 我们用很多SSD 今天不管是WD啊谁啊 他们HDD 其实我们也是大客户 我们将来认为将来在技术垂直整合 技术的融合过程中 从客户的角度来看 从客户的角度来看 对Toshiba是更好的 三星有它自己的手机 所以呢 三星做自己的memory 它为什么96层堆疊的比较快 为什么Toshiba比较慢 因为Toshiba没有自己品牌的手机嘛 如果它跟手机厂商合作 跟我们SSD合作 我们可以把我们需求的技术告诉它 你不要走冤枉路 所以我们是一个垂直整合 有关于房子技术外流 确保员工的雇用 和积极投资未来技术 和以研究开发者进行策略 那我想Toshiba的memory 曾经有国际金融公司 这个在投标书上 我们都已经完全充分的说明跟保证 我们的标单 他们也相信知道 那一个我们也以这个 也世界500强里面的一个企业 我想我们出去的保证案 再加上我们Shop的Tri-Record 我认为我们都会信守这个作业的 听说你们要到大陆设厂 我这要做个说明 其实我们计划是在 我们计划当初如果我们标到 我们计划是在美国设厂 为什么美国设厂 因为Toshiba这个工厂 单一厂的产量 已经到了六十几万片 这个东西已经全世界最大一个单一的 我们要晓得 我去年群装在台湾 损失了不少钱 为什么 因为地震 今天如果说 所有半导体工厂堆叠越来越高的时候 地震其实对它是一个蛮困扰的问题 所以我们计划是将来维持在日本的产量 甚至在增加一些产量 可是日本应该把技术放在研发 做垂直整合 三星在大陆西岸有多大的工厂 最近又在扩 最近听说Hinex 那这个Hinex在无锡 又很大的工厂 那难道他们 Hinex就符合标准吗 所以我就说 我们从头到尾就规划在美国盖场 为什么在美国盖场 因为美国有最新的人才 美国有市场 我们研究过 美国将来市场的需求的占有率 需求量的成长 美国现在用光SSD跟MAMI 因为美国做手机的不多 做SSD比较多 跟下一个将来互联网汽车 它从将来的成长率来看 美国目前现在自给自足的供给 只能攻击美国需求用量的16% 14% 就表示86% 要依赖从进口 那进口呢 不过从韩国 因为目前只有韩国跟日本两个 但美国政府现在正在 要讲平衡美日贸易的逆差 要平衡美日的贸易逆差 我觉得把这个Toshiba 如果说能够 当然我希望这个能够 安倍首相能够见到这个新闻 那你到那边盖个厂 你日美 日美美国的关系也会更好 建一个工厂 是Toshiba去盖的工厂 全世界半导体最好的技术人才 封装的人才都在美国 设计的人才 SSD的云才 Cloud的人才 不管是美国所有最大型的云端网路公司 都在那里 那所以到美国去盖 一方面可以分散地震的风险 第二不能把所有的工厂 盖在一个地方 第三个你又可以平衡 日美的贸易逆差 那么 又可以吸收最新的技术 对 所以我们当初的构想 是这样子 那么你今天应做Toshiba 再加上扩充产能 全部都在日本 规定一定要在日本 我觉得Toshiba是个国际性的企业 那如果说你都在日本 那你为什么到 你因为核能电厂 你为什么到日本 到美国去併你的西乌呢 对 所以这是矛盾的 你核能电厂 你到美国去併西乌的 那你Toshiba技术是领先的 那你为什么不能到 美国去盖 这个半导体工厂呢 所以我认为这里面呢 很多呢 我认为 那如果由金山省来主导这个案子 那会把 那我相信呢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还有超过五成以上的把握 因为我认为 那这些呢 我认为说这些 虽然暂时性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还有一个时间 既然时间很急 我觉得这里面呢 就有很多Antitrust的issue 我觉得这些呢 都不是还有WD的issue 就我把我的心里的话 都说了出来 我们是有很多的委屈 那就是说 你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 而且合理的竞争 竞标 那你就是一开始 就把我出判 判就出局了 所以我讲我的讲话 都具体都是实话 我们可以帮忙脱细保 非常的多 那而且我们可以给他带来很多的好的客户 而且帮他小的锤子整合的效率 也可以一起跟我们Cloud一起到美国去 把美国的云端的市场都站立 最起码三星没有在美国有3D Non-Fresh Memory的技术 可是现在呢 我并不认为我失掉这个机会 我认为 这个对Toshiba来讲 这是个双赢 多赢的一个战局 那我们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有机会 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 跟Shop一样 好事总是多磨的嘛 对 翻版的话 我想我们的路线 已经跟各位讲 那我让各位媒体报导 到底是让企业的行为 让企业去做决定 还是要由政府做决定 是哪一个是比较正确的决定 问这个银行家 你们今天是赚钱要退出投资银行 还是说你要持续永续的经营 我们是要如果要有机会 投资Toshiba 我们也是让他永续的经营 而除了冬之案之外 自从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呢 所谓美国制造就成为讨论焦点 关于这个部分 鸿海也展开相关的布局 我们听郭董怎么说 这一次呢 我们在美国要投资呢 因为美国成立一个 白宫成立一个 Office of American Innovation OAI 这个呢 他呢 就开始 就是当President Trump当选以后 我想他成立这个Office 是其实呢 就希望呢 能够整合各州的这一些 对投资 投资 对这个 投资的产业 投资的方向 投资能够提供多少的工作的机会 那投资的这个 产业的布局 有这么一个 Integration 跟Coordination的一个 一个单位 那么 这个单位呢 是我们优先跟他们联络 后来呢 我们也联络了 美国中西部的 有五六个州 这六个州过去都是 美国制造业的重症 那 其实 你们看看 美国加州 这些 大部分都没有制造业 那么 所以制造业的重症 都还在美国中 以这个五大湖区 以芝加哥为附近的五大湖区 这五六个州 那包括到 这五六个州 包括Wisconsin Ohio Michigan Pennsylvania North Carolina 那么这个 大概就是 我记得大概就是五六个州 过去就是美国的 这个 重工业 制造业的 的中心 那么我想 我们 初期回去美国投资 也是位于这个制造业的中心 因为呢 我们到 我们属于制造业 于这样智能制造 那这些制造业 他们为什么会 这个 会 最近制造业 为什么那个地方制造业 会落落落落落 其实很大原因 就是把这产业外移 另外在美国在发展新的高科技产业 都在集中在 San Jose California 这些都是网路的公司 科技的公司 他们制造都不在当地 现在还不能宣布 因为每个州的条件 每个州的 有没有公位 每个州适合做什么产品项目 但是今天在座可以看到的 所有的项目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Cloud 像这个产品 我们就全部会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自动化的生产 我们就可以搬到 这个美国生产 我们现在很多自动化的工厂 也可以搬到美国生产 因为美国有基建的工业 正好跟我们基建 刚刚正好我们这个 傅玉城 这个教授 他有事先离开了 那没有人工智慧 有我们开户在这里 那坐证 我们就不怕 所以我们将来会是一个 智能制造 人工智慧的大数据公司 所以这样子我们在全球统一化 所以我们会把制造 搬到原来传统的 那 这个 就是说 美国传统的工业重镇 那这地方写的五六个州 那这个地方呢 都是呢 那 需要 那 这个 有把制造业重返到我们那里 那有很多 像很多大的电视 搬来搬去 其实 并不划算 我们在当地可以就地生产 那我们不是只有在那边只做一台 一个电视机工厂 我把全产业链 带过去 那所以说 这一点呢 我想跟各位做个说明 那大家包括伺服器 包括到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 无线 遥控 甚至很多的这个 机械 模具 我们公司蛮强的在模具 我们有六万个模具 美国平均的模具 厂大大小小 那平均的人是55个人 我们鸿海的模具 整个模具的大数据 跟模具的做工人 我们有六万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六万来协助这55个人 或整合这55个人 用云端的平台 用工业互联网的平台 我认为 让他们呢 这会增加竞争力 那然后呢 就当地的 他的产业 他当地的市场 而且美国是 在到目前现在为止 美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所以我们就近接近市场 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产品 用我们现在掌握的机械光学材料 电子 这个自动化 机械人的这些能力 将来来发展 当地的制造 制造业以外 再次发展 下一步的人工智慧 其实 最好的人工智慧的学校 就是开副的 我想我们美国的 有一个负责人 也是 周博士他在负责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 因为我觉得美国有 很大的市场 有很好的人才 有很好的训练 那加上美国的州长 是这一次我最 感觉到不可思议是 美国的州长 这一次招商的程度 我觉得 是真的非常的积极 非常非常的积极 所以这一点呢 是我认为 美国正在改变 也美国 对制造业的重视也正在加强 都是在美国中西部 罗斯康有在里面 我们下一阶段就是 我们已经都在接触了 我们已经 因为我们鸿海 富士康对 我们鸿海对美国并不陌生 我们一直有 一直保持2到3千人在美国有制造 而且我们在墨西哥有 将近2万人做制造 所以我们 我们很多的同仁 目前都是美国调回来的 所以现在他们都 您过来工作一二十年 他们要回去 非常高兴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对我们来讲在美国制造 是因为我们是驾经就熟 今天到美国制造 绝对不像在大陆制造 很多组装的工人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美国薪水那么高 一定要有automation 一定要有非常多的什么 这个机械人 甚至要有很多的智能制造 所以我们搬回去 是下一代的智能制造 绝对不是现在传统的智能制造 所以为什么我在讲说 那将来跟云端网路的结合 那能够全球管控 所以这个东西 那至于人数来讲的话 我讲美国在京 不在多 所以我讲 我们每一周 到底放多少件 还没做定案 所以不能告诉你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一定会提供 几万人工作机会 是跑不掉了 目前现在是三周 三周都会有 将来应该讲 如果决定六周 当然六周就会有 都会有 因为美国每一个周 都有很大的市场 我们到那边去制造 是为了接近市场 是第一个 第二 美国每一个周 都有很好的大学 像我们选择 在这个 我们 比如说我们健康医疗 我们最近有个团队 已经去的地上 比如说威斯康辛 威斯康辛州 我在三十年前 就跟他们做生意 他有一家很好的一个 智能 工业控制器的公司 叫 艾登博德里 我那时候就跟他做生意 在米罗瓦基 现在被Rockwell買走了 这一次那个州长 不但是自己来拜访我 他把Rockwell的CEO也请过来 所以我们的 我们已经在谈一个 可能会谈的 可能会谈成的join venture 做下一代的工业 工业互联网的伺服器 所以我想像这个 因为 那江心控制 那 而且威斯康辛州 有个地方叫Medicine 那 我们台大癌症医院的 政院长 原来就是出生于Medicine Medicine 的医疗健康 是非常的发达 我们最近才去了 18位 那 博士跟医生 去那边炒茶 就发现到他们的医疗 所以我们现在 在那边引进很多的 健康医疗 跟健康大数据 那希望把它引进到 我们台大癌症医院 所以我发现到 到美国去投资 是 可以说 跟日本投资是不同的 日本在制造业 有很多 投资以后 在发生下午有很多 很好的工程师 在美国有很多 很好的创新工程师 有很多新的材料工程师 有很多在基础工程师 有数学 所以美国在 在威斯康辛 他的 在工业机械 在工程师 在工程师 新的材料 新科技的材料化学 甚至于在医疗生化基因 这个在美国都是排名前幾名 他學校好 這個離芝加哥只有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這是我們現在考慮的地方之一 我們在考慮歐歐歐歐克林巴斯那個地方 也是有過去你各位曉得 全世界收銀機的最大NCR總部 就在克林巴斯邊上的Dayton 所以他們有 這NCR有很多 那賓州賓州有Harsburg 有Pittsburg 還有很多的工具鋼鐵 所以模具機械 我覺得那個地方都非常強的實力 我們不敢講我們一定技術超過他們 但是我們去可以帶動一些新的觀念 這是一個垂直整個觀念 所以我們去不是只蓋一座工廠 是希望蓋一個在幾個州遍佈的時候 我們希望把全產業鏈都能夠在那邊重新布局起來 如果只有一個工廠 成本是沒有競爭力的 如果全產業鏈帶起來 這個就要會有競爭力的 我現在只能說 比這更多 知道嗎 可能會 超過十個Pittin都會 因為我們是一個全產業鏈 但這不是一年的Program 這可能是一個五年的Program OK 是美國的加州 他製造都不在他手上 所以他就到亞洲來了 所以我們來去做整合 所以 今天我們要把整合的製造業 就是最後是整合加州的技術 雲端網路的技術 人工智慧的技術 自動化automation的技術 然後再整合到他傳統的重鎮 他的基礎在那裡 他的學生在那裡 他學校在那裡 他的人才都在那裡 那再加上他會給技工 仿造德國的一個培訓 所以我認為說這一點 我講過Trump effect是什麼 是讓每個州長非常的積極 那來招商 來跟你坐下來談 一談都談一天兩天 以州長之尊 親自帶著相關的單位跟你談 每一個談這個相關的條件 跟過去總統時代 幾乎是180度的轉彎 所以我認為這個東西 對於全世界各地大家的發展經濟來講 應該是一個競爭 應該 他的招商的競爭 對全世界都應該是一個 一個signal 我應該這樣講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團隊 正在華盛頓 還在談細節 所以像似乎此類的問題 我認為今天 這個是一個美國製造重鎮 包括美國的州長 他們今天會能夠這樣努力的招商 那我們有幸參與這個活動 我相信對鴻海的未來 對鴻海將來到美國的製造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加分的作用 因為美國有的是人才 美國有的是土地 美國的水電比日本便宜太多了 美國有能源 美國有Nature gas 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美國的法律 美國的投資環境都有保障 對 他們都是非常 對公平的對待 所以投資者 所以我認為 我們充滿了信心 也充滿了這個衝勁 那這個案子呢 我們現在已經正式啟動 那下面要怎麼做 我們 拭目以待 但是我們很快的 會簽約 很快的外在今年來動土 很快的來 從簡單的先 我們能夠搬過去的先過去 但是有一點非常重要 人工智能 包括機械人 這絕對是我們 重點 至於鴻海入主夏普之後 夏普在未來 有什麼樣的轉型計畫呢 我們現在在開放員工認股 我們希望改變那個制度 讓員工 跟鴻海員工一樣 大部分都有股票 我們現在呢 上東正一步 我們就最近在 好像在宣布了一些 這動作都全部在做 我們想用SHOP 做一個範例 百年老店 怎麼樣轉型 讓外國人進來投資 協助他轉型 成功 再交換給 這個日本去經營 因為 我們是個國際性的公司 SHOP 我們名字沒有改 Logo沒有改 大部分的生產人員都沒有變 我們希望回到東正一步以後 再經過幾年的訓練 我們要多賠幾 我們跟代社長商量 多賠幾樣競爭對手 讓他們競爭 誰有能力 誰就接任 不講年資 不講年資 不講關係 這個 完全講 你對公司的貢獻 所以我想 我們現在改變這個制度 然後讓員工呢 分紅入股 我們是希望 將來賺的錢 比照鴻海一樣 都拿出30% 給員工來 來分紅 我希望這個東西 也能夠變成一個 日本的 企業轉型的一個標杆 也叫做SHOP標杆吧 SHOP INDEX也可以 以上是MoneyTJ記者 張穎中為您整理出 有關鴻海股東會 跟會後記者會 郭董談話的重點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謝謝